我就是扎我 你还敢推扎我 你想怎么扎 你想怎么扎 你碰了 我们今天见到这个债舞秋分 非常让人生气啊 我旁边这位王女士呢 想让我们帮帮忙 想要回呢 借给自己亲弟弟的 三十万块钱是吧 对 那当时结婚副首付 找我拿了三十万 现在主要是王女士的儿子呢 现在生病了 然后呢 他这个当舅舅的啊 一分钱都不还 我们现在是已经来到 当事人的这个小区了 我们一会儿呢 直接去他家里吧 跟他当场的解决一下这个事 好吧 来 那咱们走吧 好 给我吕吕吕吕 王女士家 好 王女士 王女士 好 你在家呢 好 见不见 好 这位 好 我朋友 你好 咱先坐 咱先坐 好 你给他报告 好 我们在家呢 在家呢 谁呀 谁来了 姐 你来了 今天来这儿干吗呀 要钱来了 要钱 啥时候钱 你们结婚的时候 我借了你们三十万 然后你们买房子付首付 谁欠你钱 别在这儿瞎说 那我不跟你说 我跟王娟说 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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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先喝点水 好 姐 你说 好 好 王娟 就是当时你们结婚的时候 钱不够 要买房子 从我这儿拿了三十万 然后现在呢 我过来 派你这边 能不能 姐 现在 你给我闭嘴啊 嫁给你就没有什么好事 告诉你 我们就不认这笔账 当时是你说 让我们用这笔钱 现在倒好 这成借的了 这是什么回事 没有 当时该给的我们都给了 这个的确是借的 这你们不要不讲理 我不认啊 谁欠啊 我不认 我不管这笔钱 到底有没有借 但是我不认 这个没事 我今天是有欠条 对 欠条给他看啊 什么欠条 我不认啊 什么欠条 我还有一天把什么欠条呢 你看一下这欠条 什么欠条啊 你别私我欠条了 你私我欠条干嘛 告诉你啊 现在 没了欠了吧 我跟你说啊 随便撕随便你扔 这是复印件 私不供的咱还有呢 有一路儿呢 好吧 你是谁啊 你搁这儿管我 私不私呢 来来 我跟你说啊 我上你律师事务所的 我姓郭 今天是受王女士委托 过来处理你 欠款这个事 是帮她姐要回欠钱 欠款的 就之前借了三十万 不是 不是 没有这笔事啊 根本就没有这笔钱 有 王军 我不跟你说过 王军说 现在你外甥病了 你知道吗 她现在在医院 我需要这个钱 我今天必须拿到这个钱 王军 你别说话 闭嘴巴 滚回过来去了 不要拿这个钱救命 你今天必须给我 我不管 这笔钱 就是没有记 你能把我怎么着 那欠条刚才也让你看 你给我撕了 现在我儿子等着救命呢 你说怎么办 我就是不还 怎么着 你儿子没有这笔钱 没法治病 就发现死了 跟我批事也没有 你怎么说话 你怎么了 我就是招了 你不要这样 你别推脏我了 你想怎么着 你想怎么着 你碰了 五百五千了是吧 咋了 你还说人家死了 说你别得急点得吧你 当时孟大哥 你取进家门的时候 就是引狼入室 不是我说呢 我跟你说 我怎么样跟你们有 有什么关系啊 你怎么说啥 你揍谁咋 揍你外甥死呢 你不管我啊 你怎么还想说呢 我滚 赶紧我滚 这儿你啥事儿 滚 我说三 快来 我哭又去 我能干啥 你吃吃不大啊 爷们 还真怕老丢不丢人呢你 爷们 你们赶紧我走 还有你们啥事儿 我们非要吵架 你跟什么也不吵架 我就站着 你再推一下 你再推一下 就我们说 就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啊 我告诉你啊 来 安主任 咱们今天 一定给你钱要回来 好吧 借出去前十几年了 到现在因为我老公这个 就跟我离婚了 我现在自己带着孩子 我孩子又生病了 你现在居然不承认 哪有这笔钱 你还给他装委屈了啊 你还给他装上了 有你啥事儿啊 我跟你说 就算 你儿子死了 那还是你客气了 你才让人家 特别人说啊 谁还死了 我跟你说 我现在得吧你 我跟你说 你要死 也是你先死 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 跟我有啥关系啊 我跟你说 咱们两个谈了好吧 咱们都是法庭上见吧 好不好 怎么着 你们还想告我 我看你们能告到哪儿去 我告诉你啊 咱过段时间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 到时候呢 你就等着收法院的传票 明白吧 传票 我跟你说 根本就不怕你们这些 我跟你说啊 告完你 这边 告完你之后 我们拿到汉捷书 就立马对你身体强势执行了 懂吗 法院过来查封 你名下所有的账户 还有啊 你到时候呢 上不了飞机高铁 开车上不了高速 这房子 还有你的车子 都给你查封了 懂吗 别跟我扯这些 我告诉你啊 我根本就不怕 可是叫谁呢 我说这些啊 就我刚刚说这些 它总是让你还钱的一个基本操作 基本流程 如果说啊 咱们在执行过程中 你到时候在心疼 舍不得你的房子车子了 怎么着 你等着吧啊 到时候呢 咱们到时候 这些东西啊 查封不了了 你到时候不还 你到时候就是有这个钱不还 就是履行法院 身上判决 拒不履行 你就触犯了 拒责罪了啊 情节严重 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去徒刑 怎么着啊 你为这点钱你想坐牢啊你 不是 我就千年不还 怎么还扯上坐牢了 坐牢 来我跟你说怎么坐牢啊 你看着啊 到时候呢 你孩子啊 因为你这边有了案底啊 你就别以为你因为这点钱吧 你有了案底 你孩子成了老赖的孩子 然后啊 孩子呢 到时候考工考编 从居从整这个政省过不了 明白吗 不是 我就千年不还 跟我儿子扯上啥关系了 就是 我 我为了不还这笔钱 就给我儿子攒的呀 你以为呢 你别在这给我犯蠢啊 你是一点不懂法 你还敢当这个老赖啊 我劝你啊 你别为了这点钱 到时候呢 给年儿子给害了 同样都是当妈的啊 王女士过来要挥这笔钱 是怎么着啊 人家给自己孩子治病的 你替你孩子着想 你孩子是孩子 人家是不是孩子 我跟你说啊 今天你还不了热钱 我们也不聊了 咱们直接上法院 按刘盛走 好吧 来咱们走个王女士 不是不是 你说你说啊 说 怎么着 不是 钱你真要把我们 给高上法 你这会儿叫人解了啊 开门到现在 有说过一句解吗 你现在也别说那屁话 你就说还不还钱 不是 没说不还啊 现在 就是太多了 能不能 先少 我跟你说啊 就这么多钱呢 这么多年三十万块钱 利息都没给你算呢 是不是 对 你就别说那了 今天如果说 三十万还不了的话 我们那也谈不了 不是 这太多钱了 这么多年 你们家买房又买车 怎么可能没有钱还我呢 那 那就是 能不能先还十块 对对 请请请啊 我都说过了啊 就是 这钱少一番都不用还 好吧 不是 那我们哪儿 那是你的事 啊 就是说这钱 本来也不是你们的 怎么还你自己想办法 那是你的事 行吧行吧 我去 出来 把钱给你写 等着 转三万 让我们赶紧走 我把那个账号发给你 然后你转 转往去 你也是个男人的哦 这次也是个人 那么怕他干啥呀 混闹不闹要有意思吗 自己亲戒都不认了 自己外甥也不管了 成天啥事都不干 委屈死了 还要搁这还钱 天天的一点点事 真的是 好没 找过去吧 来来 我看一下 说到了 说到了 你一分不少 行行行 那我敢别人都看这句吧 你少说两句吧 哎呀 你看王女士 咱们钱要回来了 抓你个儿子治病 对吧 你看啊 这有时候呢 亲情在金钱面前 就显得很脆弱了 如果说屏幕前呢 您现在正面临着 相关的欠款经纪纠纷的 欢迎您来跟我聊一聊